系纸康宁街二旗拓宽工程 目前沿线从日月光社区前一直到靠近湖前接口 电线杆都已经拔出 道路变成四线道 人行道也变得好宽敞 而目前也在四座往东湖方向的人行道 只是在日月光社区前的人行道一座 却可能将原有的机车阁减少 引起不少民怨 因为这个道路拓宽 工程快要完工了 因为这个金段社区 他旁边的那个机车阁少了蛮多的 所以有住户就反映说 他们可能会不够 在现有的空间里面 看能不能再为他们增加一些机车阁 就是博爵还有我们日月光 出来这里要衔接康宁街 因为正在做康宁街的拓宽工程 那已经把人行道跟机车阁 作为一个配置 那因为有一些住户反映说 因为社区他们的机车停车阁不够 所以希望在这个新建的拓宽工程中 把机车阁的需求纳入 在结果陈情号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主要是因为在道路侧 人行道这里之前有机车阁 不过这次配合康宁街整体拓宽 人行道配置有调整 只是这么一改机车位变少 民众反应不够停 会刊也请相关单位评估调整 那因为了解之后就是说 因为目前它设置的机车阁明显的不足 目前这个区块是机车阁设置12格 加1格长站车位 那我们希望是不是做一个增加的模式 看用一个穿制型 或是再变更一些小小的设计 然后让机车阁增加 也符合人行的空间跟机车的需求 我们会再请养工处来重新画一个图 那也配合附近的一些民众还有里长 再一起做一个进一步的讨论 因为这一车的人行道正在实作中 希望在工程完工前 针对地方停车需求 纳入考量调整增加机车阁 加上慧玲,细致采访报道